今天的第10碗面 我们来揭露一下 所谓的美食主播们怎么加持 我们在上海吃一碗这个98块钱的蟹粉面 就这样的面 吃个20碗 这不要命了吗 老板说这是八只螃蟹的这个蟹粉 如果蟹粉能不断蓄那不就好了 哎呀 好蜜啊 一碗 两碗 三碗 四碗 五碗 他们续的相对来讲呢 面就没有这个量多 关键是蟹粉不能续啊 没蟹粉 他们家蟹粉不腥 蟹的香味很浓郁 这点很好 老上海炸猪排一定要蘸着那个辣酱油吃 嗯 嗯 哇 还实在 买买的蟹粉 是纯蟹粉的 没有肉 就纯蟹粉 汤汤 哇 还不太过一碗 口面一个小笼包很棒 我们又来五碗 这才是吃面 我觉得再吃个十碗真的没问题 这是第六碗 第七碗 第八碗 第九碗 这是今天的第十碗面 像法海的那个波 它是虽然小 什么都能容纳得下 这一碗就是二两面 整整这就已经十碗就是二斤干面条 我平常一天探店要吃十家店左右 如果把十家店的饭量加起来 远远不止吃这么多 现在大家所有探店都是在这种公共区域 没有人敢假吃 说实话 能吃的确实是自己肚皮大 未能成 你想后面都是你看 都是店 人看着 我们在马路边上 你谁敢假吃 假吃旁边来随便给你照下来 你还要在这个行业还要混吗 今天就十碗就行了 留着肚子再去吃点其他美食